大家好,我是嘉賓 這個提案是我們想做一個點滴濃度計算的幫助程式 我們知道現在的手機都很會算 像我們看到一些新聞報導 都知道它比當年上月球的太空載具的晶片還要會算 我們可能拿出手機不小心之後可以登入月球 但是我們現在在急診室裡面的點滴的計算 很多還是用手算 這是現在2020在台灣許多醫院的現況 那我們當然也不希望一不小心就加太多東西進去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透過科技來做現場 醫療現場改變的方式 嗨,大家好,我是一個專門 就是已經一散資深的護理師 我們現在有這個想法是 我們現在都很重視病人安全 那我們在平常臨床工作上的病人安全方面 我們平常沒有安全感的就是在藥物注射的這個時候 尤其是在很重要的藥物 它是需要經過精算的 那醫師他在給我們醫主的時候的這個劑量 跟我們實際在輸入架設我們這個點滴的這個機器的時候 要輸入的那個劑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經過一連串的計算之後 我們才可以實際上給到病人正確的劑量 那在這個算時間我們需要很多護理師一起拿著計算計 一直這樣按 那會花很多時間 那同時也會擔心會有計算錯誤的狀況 所以如果能夠有這個一個東西 讓我們只要按個幾個鍵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說我這個機器我要按 我要輸入怎麼樣的數字 就可以給病人正確的劑量 如果這樣子的話 可以減少我們在計算的錯誤 也可以增加病人的安全 如果能夠有這樣子的東西是很影響的 那我們現在有一名護理師 一個工程師還有PM我本人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 我已經開了一個Select頻道 可以在這邊找我們一起聊聊 以上報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